好的 辛苦各位同学 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题库班的课程 然后先跟同学们说 今年的生脏特考的题目已经出来了 然后呢 我建议同学们 它总共是三等跟四等的题目 总共加起来有六提升论题 我建议同学们先看 看过之后我们的最后一堂课呢 我们来解它 但为什么要到最后一堂课再解 因为我希望你们自己先看过 想着怎么解之后 再来看我解才有效果 知道吗 所以我个人建议你们 然后容我多嘴再讲一下 就是如果今天是生脏特考的选择题 如果你的考题没有选择题的话 我诚心建议你们先不要做 到六月的时候呢 因为你会需要新的题目做 懂吗 所以就稍微存一下 所以像生脏特考跟景特的 像行政法 行政学 或是呢 生脏特考的政治学选择题 先留一下 不然你六月的时候 没有新题目写 其实很多时候很容易慌 这是我的建议 提供给你们参考 好的 但是我们六题升论题的部分 我们在那个 就是最后一堂课 就第四堂课的时候呢 也会一并解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回到讲义的五十页 回到讲义的五十页呢 第六题 我们上次说啊 就是我们要继续解这一题 这一题呢 是去年112年 蒂特三等的题目 去年112年 蒂特三等的四题升论题 其实初题老师 他认为有两题是比较难的 但是最后结果是 他看同学们成绩发现 好像四题同学都觉得很难 但是有两题 老师认为是难的 因为本来政治学 就会有一半的题目 是比较难的 这是其中一题 这是其中一题 所以这一题呢 请同学们 现在给同学们十秒钟 十五秒钟好了 你们画画看架构 最后画的跟我一不一样 无所谓 但是先画架构出来 这个画架构是重要的 然后点一下我也会画 然后点一下我也会画 好我也画我的架构啊 但你不用画了跟我一样 就像画架构构这样的一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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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们自己把架构画出来之后呢 也可以参考一下伟伯老师的架构 架构有没有画得跟别人一样不重要 但前提是你必须要把每一个可能需要回答的问题都框出来 因为我们说过解题第一件事情是把已知填进去 所以你不能有任何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没有框进去 那么首先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画架构 最主要原因在于这题难是难在 它的问题的前半段跟后半段是分开来的 它的前半段问了国家还有国家的本质跟国家代表利益 这三个问题基本上可以是一题完整的生论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把它写在一起 因为这代表什么 本质跟代表利益呢都是国家的问题 如果他兼职考前半部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基本题 它的逻辑都在国家这个大框架里 听得懂吗 好 但接下来呢 后面他突然又拉了三个意识形态 他要你用这三个意识形态呢 做 请看题目的最后一句话 综合评数 那么什么叫综合评数呢 其实他并不是一定要你把每一个意识形态都写出来 当然我们还是会写啊 那么什么叫综合评数 他真的要讲的事情是抓出一个论述的主轴 综合评数的意思是抓出一个主轴 找到一个主题去讨论 为什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我们到底要讨论什么 好 所以在这题当中呢 基本上啊 前面的部分先不要去讨论 他比较需要先讨论是后面 因为你后面如果没有讨论完的话 你找不到这一题论述的主轴 你要找到论述主轴 一定要从后面往前看 好了 所以呢 他要去讨论的是 马克思主义 多元主义 跟资本主义 这三种意识形态 国家代表谁的利益 那么一定是从已知 推论为知 这三个当中 初题老师会先预设 你至少会一个 你至少会一个 如果你一个都不会的话 等于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暗示 所以呢 应该是这个 马克思主义代表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解出来的 旁边可以帮我写上 但会就不用写啊 就是资本家 对马克思主义来讲 什么好的东西 最后都被资本家拿走 所以一定代表是资本家 对吧 好 再来是多元主义 跟资本主义 那么多元主义的部分 我们上课讲到的东西 跟国家政府有关的 其实这个主题呢 还蛮明确的 你可能能想到只有这个 好 我要讲了 就是中立 对吧 就是中立嘛 中立的意思就是呢 社会的各种竞争 它不介入 你们谁赢谁输 告诉我一声结果 国家回赢就好 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 所以呢 这两个框框 是老师预设你会的 好 那么当老师预设你会的时候呢 在这三个格子里面 只有一个格子 是老师认为 你可能不会要你推出来的 就是资本主义 好 那么这个资本主义呢 是本题的重要考点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它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一个辅助的图形 这个辅助图形呢 当时我看这一题的时候 脑袋里面出现的图形是这个 你们可以跟着画啊 好 三种意识形态摆在一起 他们一定有对比之处 他们一定有对比之处 一定有对比之处 那么三个意识形态当中呢 多元主义 如果我们讲的是中立 国家是中立 那么在中立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成为 在光谱线当中战争中间 而马克思呢 基本上他认为是资本家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其中一种极端 所以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呢 它国家代表的利益呢 基本上必须要跟马克思是相对的 跟马克思是相对的 才有可能完成这个图形 到这边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在本题要推的时候 重点在这里 好 那么这需要一点点联想啊 我说过这一题这边比较难 其实这一题只有这里是难的啊 好 资本主义呢 我要怎么去联想它 可能代表什么 先不管它跟马克思的对比 我们来一个联想的分支 资本主义跟什么有关呢 旁边可以帮我写上 其实也是古典自由主义 就是古典自由主义 好 那么为什么跟古典自由主义有关呢 它跟另外一个东西很密切 就是自由市场 就是自由市场 旁边再帮我写上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就是资本主义 我们在最后一堂课 资本主义的时候有讲过 它就是自由市场 好了 那么资本主义 基本上讲的就是 国家不要介入市场交易 让人们呢 自由做生意 这就叫资本主义 到这边听得懂吗 对不对 课本也是有定义的 好 所以反过来说 这一题比较难的点在这里 如果今天资本主义 要求是国家不要介入市场 那么反过来说 国家代表谁的利益 好 我会慢慢讲 先不用写 这一定代表是国家 代表是一种 想要介入市场的人的利益 对不对 因为它要求国家不要介入市场 所以反过来说 国家一定是会想要介入市场的 这样听得懂的意思吗 如果今天国家没有想要介入市场 资本主义不用跳出来说 国家不要介入市场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像是一个小朋友 跟你爸妈说 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打我 那为什么要跟他爸妈 讲说你不要打我 因为爸妈想打他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资本主义会说 国家不要介入市场 所以反过来说 代表是国家 有这个倾向介入市场 好 那什么样的人会想要介入市场 或是什么样的状况 介入市场是不好的呢 我们先用一个简单的东西来写 旁边帮我写上 政治精英 政治精英会想要介入市场 好 那为什么政治精英会想要介入市场 我们虽然举个例子 你就听得懂 譬如说贪污啊 旁边可以想要贪污 这样就懂了嘛 对吧 政治精英可能会想要贪污 可能有私欲 可能会有各种各样 想要达成的目的 所以就会介入原本的市场 让市场变得混乱 到这边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嘛 OK 好的 所以呢 古典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认为 这群精英本来就是自私自利的 为了自己的理由呢 会一直不停去干涉市场 反而导致市场混乱 因此资本主义认为 国家不能介入市场 这样听得懂的意思吗 好了 所以呢 在本题当中 如果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是政治精英 这也是资本家的话 那么本题的综合论述的主轴是什么呢 这个图如果完成的话 我要讲答案了 它的概念其实就是 国家到底是听从金主的话 还是政治精英的话 懂我的意思吗 好 譬如说假设桃园呢 要盖 已经盖了啦 假设桃园捷运呢 要扩张 桃园捷运路线要扩张 这个扩张的路线 到底是听地主的 还是听政治人物的 他要问的问题是这个 懂了吗 还是什么呢 互相竞争之后 政府直接回应就好 好 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我们再往前走 前面就比较简单了 国家的定义呢 你肯定是知道的 不管你念哪个版本 肯定是知道的 再来 国家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上课的时候 一再强调 你也是写过的 对吧 两个字 暴力 旁边可以写暴力 那或者就不用写了 就是暴力啦 好 那么如果国家的本质 是暴力的话 像军队文官警察 你不听国家的话 他可以处罚你 把你抓起来关 那么再往下看 国家代表的利益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先不讲 它代表意义是什么 代表利益是谁 那么为什么要去讨论 国家代表什么利益呢 这个利益的意思 就是听谁的话 就为什么要去讨论 国家听谁的话呢 非常简单 旁边帮我写上 国家 这句话要写 国家在跟社会的对抗当中 占有优势 我等一下会解释 国家在跟社会的对抗当中 占有优势 如果同学们有在看考古题 考古题里面呢 基本上的新国家论里面 曾经出现一题 我们顺便讲这一题 这一题其中一个问题讲的是 为什么新国家论认为 在跟社会的对抗当中 国家占有优势 这是新国家论的一个考古题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它的最后一个问题问的是 为什么新国家论认为 国家在跟社会对抗的过程当中 会占有优势 答案非常简单 因为国家有国家暴力 而国家有国家暴力 会导致什么呢 国家暴力的力量比社会更强 这样听得懂的意思吗 社会是一盘散沙 我们每个人彼此间没有串联 而且也没有武力 但国家有啊 所以这个题目的核心就是 我们必须要弄懂国家 到底听谁的话 我们才能知道 在这个社会当中 主流意见 在用优势的 到底是金主 还是政治人物 懂了吗 好 所以在本题呢 我们如果了解了 这整个脉络之后 接下来呢 要怎么把它变成三段论 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会变成的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好 我先说这题比较难 所以如果你没有完全想出来 也不要气馁 但你一定要记得 所谓的解题一定就是 把已知的东西填进去 你填得越多越满 你就赢了 你不一定要把整题解出来 但只要解得比别人多 你就会赢 这种题目 老师在阅卷的时候 请注意 他一定是找答案 他不会认真看你的论述 你的结构内容 写得多么细也不重要 重点是找答案 所以下面的同学 有些同学 我很熟悉你们的写作方式 我一定要提醒你们这件事情 让老师快速找到答案很重要 所以下标跟结构呈现能力 非常重要 我再讲一次 让老师快速找到答案 非常重要 那怎么样让老师快速找到答案呢 就是下标 你一定得下标 请把你的标一段一段的写出来 让老师找到答案 这很重要 这样知道吗 所以至多至少不是重点 论述能力在这种题目当中也不重要 重点是找到答案 懂了哈 好 所以在第一段当中呢 简单写国家的定义跟本质 而第三个国家代表的利益呢 我不会直接写答案 我会讲的是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基本上要讨论其实是什么呢 因为国家的本质是暴力 所以国家在跟社会冲突过程当中 占有优势 我就把这句话写进去就好了 懂吗 好 再来第二段的部分呢 三种意识形态 需不需要写定义啊 你们都写了题户本 都已经上题户班了 对吧 其实你要知道的是 在这种题目当中 没有老师会想要看你写 三种意识形态的定义 所以三种意识形态的定义 不用写出来 你只要直接假设 老师知道定义之后 你把结果写进去就好 好 譬如说 第一个 马克思主义呢 认为国家代表利益 你就直接写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代表利益呢 就是资本集团的利益 写出这个答案就好 为什么呢 我再讲一次 这种题目 老师要的只是答案 你的论述不用写的很详细 不然会爆篇幅 懂了吗 让老师找到答案 清楚 易懂 明确 他就给你分数了 好吗 好 再来往下啊 那么这三个意识形态 不讲完了 不讲了之后 接下来就要正面回答题目 题目要我们做综合论述啊 那么到底这个国家 代表什么利益呢 我先说 这一题 在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呢 我听过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同学们参考一下 就是政治学一个 比较高级的写法 这个高级写法 是当时老师们说的啊 高级这两字 是你把老师想看的东西 全部写出来之后 再告诉我 这个题目的内容 是以上皆非 好 什么叫以上皆非 接下来上面这个东西 写出来的东西 等一下我会请你们背哦 因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评论观点 我先写 我先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先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 同学记得 上面这句话 等一下会念一遍啊 但旁边帮我打五颗心 写个背 写个背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评论角度啊 我举个例子来说 你们边打心 边听我说 大概三年前考过一个题目 他请你评论 世代模型跟什么呢 我们讲生命周期模式 这题考了两次 那你要怎么去评论这种东西呢 或是他请你去讨论政治文化 如果要你去评论政治文化 那要怎么评论呢 你先记得四个字 我们刚刚写的叫过度概括 什么叫过度概括 过度概括的意思就是 以偏概全 就是以偏概全 我先举一个别的例子 让你听懂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常见 而且好用的 的一个评论标准 譬如说 今天一个题目呢 不管他考到的是哪一种主题 只要跟政治文化有关 注意我现在用词 只要跟政治文化有关 你的第三段 通常万用的评论就是 上面理论全部是废话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华人 我们先假定 我们都是华人好了 假定啊 如果你觉得你不是华人的话 我也尊重你 假设我们是华人好了 那么我们在讲华人文化 有一种叫圣王文化的东西 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听过 简单讲是崇拜强者 然后受到儒家影响等等等等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反过来 我们作为每一个具体的个人 你真的觉得 你跟你旁边做的那个人 的行动跟价值观 是一模一样的吗 神经病怎么可能 对吧 怎么可能一整个国家的人的 想法跟价值观 都一模一样呢 你如果今天用一个具体的文化 去概括一个上百万人的行为 就叫以偏概全 这样听得懂的意思吗 所以你今天说 美国人呢 古典自由主义 喜欢监督政府 那请问一下 川普的支持者 有这种行为吗 好像也不一定嘛 对不对 好 像世代模型 世代模型说什么呢 说我们讲说 每一个世代的人 价值观都不一样 你确定你跟爸妈 完全价值观 就完全不一样吗 也不一定吧 好 所以呢 所有的宏观理论 这样懂了吗 所有的宏观理论呢 包含前面的 马克思说 国家一定代表资本家的利益 谁说的 对吧 或反过来资本主义说什么呢 我们讲说政策 都是政治精英决定的 谁说的 金主也有可能有影响 对吧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三种理 然后多元主义说 国家是中立的 这是个笑话 我们知道国家 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嘛 对吧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叫做以上皆非 好 所以第一段的部分 旁边帮我写上 以上皆非 要讲的就是以上皆非 你们以后记得 所有宏观的理论 尤其是政治文化 尤其是政治文化 那么只要是考到评论 第三段非常简单 你就直接往这边写就好 你分数一定会高 因为这种理论 基本上全部都没有意义 再讲一次 这种理论就是 全部都没有意义 这样懂了吗 好 再来往下看第二个 真实情况呢 必为多元进合关系 多元进合关系 包含有什么呢 你可以写上金主 金主 金主 就是有钱人啊 金主 选票 选票也会有影响嘛 对不对 人民的支持嘛 对不对 第三个 政治精英的自我考量 好了 这一题呢 我们就解到这边 那么这一题的部分呢 有打听过啊 你只要能写到第二段呢 分数基本上 就会给你15分以上 但是绝大多数人 连第二段都写不到 然后呢 第三段哦 本来预期 如果有写出来的话呢 可以拿到20分以上 但大多数人 都没有写到第三段 好了 所以呢 这个部分基本上呢 是比较难的题目 我可以拿到20分以上 再来 我先给你15分以上